網路大約 EVUH角式介於 它這個1代表是P1聚於C電段 那VUH代表的是一個PVA聚於C電段 那是介於聚於C跟聚于C的兩個產生的一個貢具物 那EVUH是在1972年被發明出來的 比PVDC跟PVA稍晚 在1992年的時候 EVUH被日本列為全球十大化學技術 所以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EVUH對於在日本那邊是極為被重視的 那對我們長生體操來說呢 我們在發展EVUH有幾個優勢 首先就是我們的畜山乙烯紙 就是所謂膜的部分 是由我們基酸人旗下大年華工所生產的 那藉由地利之變呢 我們是向台塑6000購買乙烯 直接拐線時動過來 那來結合我們超過40年的這個PVA的銷售 研發以及生產經驗 打造出屬於我們自己的EVUH品牌 那在EVUH的組合性部分呢 因為乙烯紙的部分它有OFG 那OFG直接會形成它的氫件 它的氫件會提升它整個工具物的結晶性 以及更低的這個分子件的free volume 它打造出它有及較一個組合性能 它跟一般常見的polyolyphine類的材料比起來 還有niloma PE比起來 EVUH的組合性 都是它們的數十倍甚至是到幾千倍的組合性能 那在容器方面呢 EVUH對於常見的那種profoam 還有一些軟油的原料的話 它組合性也是十分的好的 那EVUH總結來說 它的特性就是結合聚乙烯紙的特性 還有聚乙烯紙的特性 把它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們的極加組合性能的EVUH 那我們常見明白是EVUH一模型 那接著說明關於我們EVUH組合實驗級應用 那EVUH在使用上呢 通常會使用多層的一個結構來做應用 包括多層膜或者是多層的結構 那主要是節省補短 利用其他polyolyphine的特性 來幫忙EVUH阻擋水分 讓EVUH可以發揮出它的高組的一個效能 那另外呢 EVUH的多層結構是可以直接回收的 並不需要說把它分離再進行回收 在環保上它的應用才會比較更為廣泛 比較不會被局限住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EVUH的單價是比較高的 那可以藉由其他材料來俯補 高單價的這個問題 提升整個產品的競爭力 那我們過去也有使用這個蛋卡 來做這個食品保存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經過194小時之後 以PE模包裝的這個蛋卡 已經開始出現發焦發霉的狀況 304小時會更明顯 但是以EVUH做成膜包裝的話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存在 另外以這個水阻蛋來做這個保存實驗 同樣如此 當PE模包裝的這個水阻蛋 在140小時後 可以發現它旁邊已經開始變色變紅了 而EVUH則是還跟日本的相似 那 我們是認為說 在組合性上 EVUH確實是比一般的Polioffin來得好 那在近期的話呢 我們則是在 積極的在做這個 食品容器的這個推廣 那以國外在做這種新鮮國外的股東來說 他們的EVUH容器要求的保持期 都要7個月以上 長溫脂肪7個月以上 那一般跟廠商會要求說 我們的容器保持期都要達到8個月的一個合約 那另外如果說是以純粹的PV容器來看的話 它在60天、90天、120天 它裡面的內容 已經有漸漸的在變色變質的一個問題發生 那在去年疫情期間呢 我們就是有向我們的父母農民 都把這個草花生來做這個味道的測試 那使用PVUH做成果包覆之後 經過6個月我們再打開來使用 那跟剛買來的這個草花生的口味 還有香氣是一致的 那如果說使用PVM包裝的話 它的香氣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那市場上的話常見就是說 在全聯啊或者是加熱 我會看到說 有些是用PVM包裝的這些魚肉啊牛排 它往往也是有用PVUH在裡面的 那好處就是說 除了提供它的一個組合性之外 它使用的塑料可以使用的更少 那我們可以直接觸摸到裡面這個食材的觸感 國外呢 有一些他們的這個果凍呢 他們都是直接放在貨架上做銷售的 不會像台灣我們的果凍大溫度上來放在冰箱裡面冰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們這種容器就是都使用PVM去 所以廠門之下就可以直接做抖存 那包括一些鮮奶茶或者是新鮮果的飲料也是一樣 放在貨架上不用放在冰箱裡面 可以對省電方面是更有幫助的 那除了說食品的應用之外呢 我們在汽車油箱啊 這些藍油油箱的部分的應用也蠻多的 那上面這個是比較小的5L磨車的塑膠油箱 那下面這個是45L車用的一個油箱部分 它使用1-2多層去做催促成型 那我們現在在做這個汽車油器的吸收試驗的時候 也是使用多層膜來做一個模擬的滲透試驗 那我們是使用這個倒杯法 將那個溶劑放在杯子安裝之後 第一EBOH我們把它封起來之後 放在核溫的濕箱裡面 進入三十一翻查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大概三百個鐘頭左右 它整個滲透狀況是穩定下來的 那其中這個M15的這個組成的 它滲透量是比較多一點的 那雖然說我們的這個看起來滲透量比較多一點 但是事實上 我們在跟競爭品比較的時候可以發現說 我們的EBOH跟競爭品的比起來 他們的滲透性質是一致的 所謂顯示說我們也可以達到說 一般跟競爭品一樣的標準 那因為我們客戶一般都要求我們 做這些滲透試驗給我們做參考 那他們覺得OK之後 才會幫我們原料去做成油箱 那這個油箱之後 就是之前在做這個油箱的滲透試驗 它經由14天的測試之後 滲透量大概0.2到0.3克 那極限值是1.5克滿足這個需求 除此之外呢 之前也有通過他們的一個 汽車的一個認證中心的一個檢測 那這個說明EBOH在未來的優勢 目前我們在疫情情節呢 後續穩定之後 有幾個問題是不可明的 包括一次性塑膠問題 還有食物的浪費以及溫室氣體 那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改善方案是使用EBOH 對一次性塑膠來說 它會用EBOH具有回收使用 還有它可以減少其他包裝塑料的使用量 那在食物浪費的部分呢 它可以延長這個食物的保存期限 以及它的散位期 那一旦食物的它的保存先延長了 那塑膠增長也減少了 它整體工業上所排放的CO2 以及車輛運送的所排放CO2就會降低 或是氣體整個數量是可以下降的 那如果我們前面所說的EBOH跟一般的 GC定格包裝比起來 它不只可以延長它的保存期限 它也可以延長它的散位期 所以不只可以吃的健康也可以吃的美味 那全球的話大概每年有 上升基於食物是被浪費掉的 那在製造食物當中的 根據2016年衛報的數據看來 每年生長的食物大概有 產生燙還是五一噸的CO2 那顯示說我們多產生的上升基於食物 等於多浪費都產生了1.7噸的CO2 所以對我們來說 如果可以達到食物的節約 療程有那麼多食物 那保存食物 延長食物的壽命 那簡單的效果就可以達到了 另外在回收層的案例當中 現在我們的一些EBOH容器 包括汽車油箱 它裡面都有使用 這個EBOH多層所有來做回收 那回收比例大概占40% 其實比例要很高 那傳統來說呢 高主的包裝都要用PVDC 但PVDC有幾個問題點就是 它的一個回收故意 然後燃燒的時候容易有代號性的問題 那EBOH除了可直接回收之外 它即便今天它無法回收 而是被燃燒 還有國有產生代號性 做成功的問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